双人交替组合球路练习将对前后场综合技术提高有很大帮助 前几集我们在球路练习中简单地介绍了 吊上碗 沙上碗 吊沙上碗 以及后场两边两点控四点的练习 和往前两点控四点的练习 那么在这一集我们将介绍高球与吊球 以及上碗 搓 挑四项技术的组合练习 这个练习我们把它称为对高吊练习法 那么在练习中主练和陪练队员没有明确的气氛 只有先后瞬息的气氛 也就是说一方队员先进行高球 吊球 另一方队员在接高吊的同时过渡到往前 然后利用放碗 挑球 再进入另一方队员的高吊上碗练习 那么这种练习是结合了前后场几项技术的练习方法 下面我们将在画面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现在我们出现的两位队员并不像前几集有显示的主练陪练 那么他们都是一样的 只有先后刺激上的变化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再看一看 好 吊球 刚才的练习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太清楚 那么我做一个点评 在我这一方的运动员 是先接对方的运动员的 两拍高球再一拍吊球 完以后到往前 跳起来以后 再造成我方运动员 再进行两拍高球 一拍吊球 那么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一种打法 叫做两高一跳的练习 好 我们再看一遍 从对方运动员先进行两个高球 一拍吊球 一拍高球 两拍 两拍高 吊球 好 吊球 上网 调球过度后转 再一拍高球 两拍高球 调球 调球过度后转 两拍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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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一段练习 大家可以看到 是应用了两拍高球 第三拍进行吊球 吊球完以后上网 放网 然后再挑起来 对方再进一轮 两拍高球 一拍吊球 这种的小组合的练习 那么在大家的练习过程中 也可以进行 一拍高球 再一拍吊球 或者三拍高球 一拍吊球 可以自由组合 同时呢 在这个基础上 熟练的基础上 可以进行无规则的 不事先约定的练习 也就是说 也可以第一拍吊球 也可以第一拍高球 那么随着这种练习的 熟悉的程度增加 这种变化的手段 可以随心所意 达到我们提高 高调控制能力的水平 好 这一节课就讲到这 这一节课就讲到这种练习的